重大突破 天文学家在我们银河系的边缘 发现了一团令人惊讶的神秘星际云团 揭开了一个此前从未预料的宇宙谜团 在银河系的边缘地带 一团原本看起来沉寂无声的气体云 突然向科学界展现出一个令人瞠目的宇宙秘密 它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安静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牵头建设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也就是天眼FAST 通过高精度观测 成功描绘出距离地球约5万光年的一片区域 发现了在被称为G165的星际云中 竟然隐藏着复杂而缠绕的超音速气体细丝网络 这些结构的诞生并非源于恒星活动或引力的直接作用 而是由湍流与磁场联手雕塑而成 彻底颠覆了我们过去对这类遥远云团平静无为的刻板印象 在这片区域中 科学家几乎未发现冷气体或剧烈动荡的迹象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暖稳定 仿佛未被打扰过的原始物质 就像宇宙在诞生初期留下的一张空白画布 这一发现可能会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对宇宙结构起源的基本理解 甚至有可能改写现有的宇宙演化模型 尤其是在恒星尚未形成之前的早期阶段 接下来的内容将为您深入解析这一重大发现的科学背景与深远影响 敬请继续观看 不容错过 G165被科学界归类为一种极高速云 它的主要成分是原子氢 而它的飞行速度也相当惊人 以每秒约300公里的速度横扫银河系的外围 就像一股高速穿行的隐形气流 悄无声息却能引发剧烈影响 这片气体云远离银河系主盘 据我们地球大约5万光年之遥 位于高出银河盘面的边缘地带 在这里几乎没有恒星活动的干扰 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极其罕见的静音背景 可以直接观察星际云在宇宙形成早期 是如何组织和演化的 正是这种与银河主体断开连接的隔离状态 让G165成为一个理想的观测对象 就像一个天然实验室 避免了来自周边环境的干扰因素 与那些受到辐射风暴 超新星爆发 或巨大引力景剧烈干扰的星际区域不同 G165这样的极高速云团 提供了一个极为罕见的清静环境 使得科学家们能够像在实验室中一样 观察气体 在没有强烈外力干扰下的自然行为 与组织方式 在此之前 科学家对这类星际云的观测 由于技术限制 分辨率十分有限 大多数数据只是粗略轮廓 难以揭示其内部的真实结构 这些云团在早期的观测中 往往看起来如同模糊一团的光运 没有清晰边界或具体形态 像是一团漂浮在宇宙深处的太空雾 然而 当中国的天文学家 动用了世界级的FAST射电望远镜 精准地将目光投向这片 看似无形的G165区域时 一幅震撼人心的图像展开在眼前 彻底颠覆了人们原本对它的认知 通过21厘米波长的轻线辐射数据 研究人员发现了一种令人瞠目的结构 密密麻麻 错综复杂的细丝状气体网络 像珠网一样 交织在多个速度层之间 展现出一种高度组织化 而非随机分布的特征 这些细丝绝非杂乱无章地散布 而是呈现出协调一致的排列方式 彼此交错扭转 甚至互相交汇 整体看起来仿佛构建成一个 漂浮在太空中的三维晶体骨架 带有某种隐含的秩序 更令人吃惊的是 这些气体并非静止不动 而是以超音速在其中流动 也就是说 它们的运动速度 远远超过周围气体中 声波传播的速度 显示出一种极其剧烈 却又隐藏在表象之下的动态过程 科学家正是通过对 轻线光谱中那些微小 但有规律的频率偏移 与波动进行分析 才捕捉到这些超音速运动的蛛丝马迹 如同在浩瀚宇宙中 侦测到一场看不见的风暴 令人意外的还不止于此 研究显示 这片气体云的主要成分 是被称作暖中性介质的氢气 一种比人们预想中更热 更松散的物质形态 这种介质其实就是氢原子构成的气体 其温度范围大约在6000到1万开尔文之间 相当于太阳表面温度的一半 既不冷也不及热 恰好处于恒星诞生前的中间状态 更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片区域中 科学家几乎找不到低温气体的存在 这意味着 G165仍旧处于气体尚未开始 它缩或聚集的早期阶段 是一次对星星尚未启程的窥探 这一点非常关键 它告诉我们 G165仍处在宇宙结构演化的起始点 气体上未冷却密度也不足 因此还远远没有到形成恒星的临界点 这就像看到一粒种子尚未发芽的那一刻 充满潜力却尚未显现 在传统的天体物理模型中 结构的形成几乎总是归功于一种力量 引力 我们通常认为 是引力将星际气体一点点拉拢 汇聚 并最终构建出恒星 行星乃至整个星系 按照这种观点 宇宙中的气体云在引力的作用下 会逐渐变得致命 像一场缓慢而持续的收缩运动 最终在重力足够强大时 摊缩成恒星的核心 点燃核聚变的火焰 然而 在G165这一特殊区域中 科学家并未发现 引力主导的痕迹 至少目前为止 这团气体似乎还自由地漂浮着 没有朝着它缩成恒星的方向发展 为了弄清这种异常现象背后的机制 研究团队采用了一种被称为 磁流体动力学的高级模拟技术 试图将气体运动的动力学规律 与宇宙中无处不在的磁场效应结合起来 还原其真实的演化过程 模拟结果令人震撼 即使在没有重力主导的情况下 超音速的湍流和磁场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 也足以在星际空间中 塑造出类似细丝网络的结构 甚至维持其稳定性 这个发现为宇宙结构 是如何从无到有这一问题 提供了新的答案 也改变了我们过去对结构形成 何时开始的基本认知 科学家现在提出 像G165这样的星际云 在最初形成结构的时候 可能并不是因为引力 而是因为云内部自身的运动规律 尤其是在像银河运这样远离恒星 环境单一 干扰极少的孤岛中 这种内部动力学就显得尤为关键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研究团队的模拟不仅提供理论解释 还几乎完美在线了实际观测到的各种现象 比如不对称的气体密度 多层次的速度分布 以及在光谱线宽上的变化 这些都与FAST望远镜所捕捉到的数据高度吻合 这种模拟与实测数据之间的高度一致 使得科学家更加确信 湍流与磁力的联合作用 不仅存在于理论中 更是真实参与到星际气体结构塑造的关键动力之一 这也提示我们 在以往的研究中 可能严重低估了磁场在宇宙结构形成中的重要角色 它不仅仅是背景 而可能是导演 在天体物理的多个研究领域 磁力虽然早被承认为存在的一种力量 但它常常只是次要演员 而如今G165的研究正让它走上主角舞台 这样的时政观察 促使科学界重新评估既有的假设 尤其是在那些尚未进入引力主导阶段的原始区域中 磁场可能才是真正的结构起点 如果我们站在更宏观的视角来看 G165所揭示的现象 可能正处于恒星诞生前的重要过渡阶段 是原始物质从弥散状态向星体结构组织靠拢的第一步 那交织成网如脉络般的丝状结构 可能正是宇宙设计图的草图 是气体在变得致密 走向恒星形成之前所搭建的脚手架 当然 这一现象是否只是宇宙中某种罕见的偶然 还是星系形成过程中的普遍机制 目前还需要更多观测与验证 然而有一点无庸置疑 G165中的这种丝状结构呈现的异常清晰 毫不含糊 这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提醒我们应当回头审视那些 我们曾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安静区域 因为类似的结构或许正隐藏在那里 等待我们去发现 在我们熟悉的银河系中 其中心区域与外围运区之间 其实存在着一种动态的物质循环 像呼吸一样 气体在内外之间往复流动 不断维持着星系的星辰代谢 其中一部分气体不断地 朝星系核心流动 源源不断地为恒星的形成 提供原材料 就像为一座炉火天柴加星 而另外一些气体 则被抛射至更远的区域 暂时在运中漂浮循环 或等待未来某个时机被重新吸纳回来 进入星系的生命链条 科学家认为 像机165这种极高速云 可能正是这场宇宙物流运输中的输送管道 将原始气体从银河边缘送入内部 为未来的恒星点燃提供燃料 如果这种细丝状结构 在其他类似的高速云中也普遍存在 它们可能就是帮助气体更高效 更有方向性地流入星系活跃区域的通道或桥梁 这种如同导管般的细丝网络 不仅能引导气体的流动 还可能在环境发生变化时 比如温度下降或压力增高时 为气体聚集成团提供结构性的轨道 进而加速恒星诞生的过程 更重要的是 这些结构是在引力上 为成为主导力量之前就已存在 它们可以为后期的重力塌缩提供预备舞台 从而使恒星的形成进程大大提速 效率更高 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深远的结论 在星系的演化过程中 不仅仅是气体在运动 实际上是磁力与动力 在联手塑造整个星系结构 影响深远贯穿始终 这项研究成果 已刊登在权威学术期刊 自然天文学上 它不仅拓展了我们对银河系外围那些沉默气体云层的理解 也为我们描绘出这些物质 是如何逐步被组织起来 最终汇入恒星形成区域的全过程 通过首次揭示暖中性介质主导的极高速云 具有超音速运动与丝状组织结构 这项工作正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往宇宙结构 早期建构机制的大门 尤其是那些尚未被引力主导的原始空间 在这里 一切的起点也许正在悄悄酿 G165的发现 再次突出了高分辨率射电 天文观测 在揭示宇宙微观结构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越高的分辨率 越能看到隐藏在浩瀚背后的细节 正如天眼FAST所展现的 只有具备超大口径与超高灵敏度的射电设备 如即将建成的平方公里阵列SKA 才能够真正探测 并解析这些隐匿在星际尘埃中的微小结构 若没有这样的精密设备 像G165这样的区域 可能还会继续被归类为无特征区域 被忽略在浩瀚宇宙的边角中 这一研究成果 也敞开了跨学科合作的大门 为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 提供了新的研究契机 例如 那些在地面实验室中 研究等离子体滩流的物理学家 也许能为解释这些星际云中的气体流动 提供全新的理论模型 而研究星系形成与演化的天体物理学家 也将不得不重新思考模型中 是否应加入磁力与湍流这些此前被边缘化的变量 与此同时 数据科学家也将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他们需要开发出更先进的算法与工具 从海量观测数据中自动识别出这些极细微但至关重要的结构特征 展望未来 科学团队计划把目前在G165身上用到的观测与分析技术 推广应用到其他极高速云上进一步寻找相似结构 如果事实证明 这种如G165般复杂精细的气体结构在银河运中并不罕见 我们或许即将绘制出一个全新的银河图谱 一个隐藏在星辰背后 由磁力与湍流主导 尚未被引力雕刻过的预构造宇宙 在这里 没有恒星的光芒 也没有爆炸的轰鸣 只有磁场与气流 在宇宙深处 静静编织着结构 默默搭建着星系未来的框架 这一切都在暗示 宇宙的复杂与秩序 远比我们以为的要早得多 也精致得多 它在看似沉寂之中 悄然孕育着奇迹 而随着我们对G165及其同类的持续研究 我们可能正在走向一场宇宙观的革新 关于星系如何构建 恒星如何诞生的叙述 或许都要被重新书写 未来还有更多令人震撼的发现 正在酝酿之中 敬请继续关注 这仅仅是宇宙 向我们揭示真相的序章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与聆听 宇宙的故事永远在继续 而我们还在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